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弟兄先来请 这些事以后 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 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 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上了船 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 耶稣就对他们说 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们回答说没有 耶稣说你们把王朝在两个旧夜 会有一个草 他们便想再来回去 听他们上海来 因为你生死了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 是主 那时西门彼得赐着身子 一听见是主 就树上一剑外衣 跳在海里 他们上了岸 就看见那里有炭火 上面有鱼又有饼 西门彼得就去 把王拉到岸上 那王满了大鱼 共一百五十三条 鱼虽这样多 王却没有破 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 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 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忧愁 对耶稣说 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 我实实在来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树上带子 随意往来 但你年少的时候 你要伸出所来 别人要放在你树上 但你找到你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 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 荣耀神 说了这话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吧 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 主啊 这人将来如何 耶稣对他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你愿意回来 能就跟从我吧 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 说那门徒 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 乃是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 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 我想所写的书 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好 我们读到这边 把经文可以PO到前面的 开始的地方 耶稣在复活以后 这一次向门徒显现 然后又行了一个神迹 然后对门徒又讲了一段 很重要的话 彼得他先说我打鱼去 然后其他门徒就跟他去 可是那个晚上打鱼怎么样 没有收获 而没有收获的时候 到整个晚上都没有收获 他们是打鱼的老手 可是那个晚上就是没有收获 就是打不到什么 那么一直到快天亮的时候 耶稣站在岸上 耶稣站在岸上 你想耶稣在那边干嘛 如果你是耶稣 你看到门徒站在那边 你知道门徒整个晚上打不到什么 有没有筋疲力竭 有 有没有灰心上智 有 可是耶稣站在岸上 他看见 然后耶稣就开口对他们说话 我们继续 经文在第四节下面 耶稣问他们说 小智 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们回答说 没有 你会不会觉得耶稣 明知顾问 多此一举 还问他们 有吃的没有 拜托 我肚子饿得要命 然后筋疲力尽 还问有吃的没有 当然没有 那为什么耶稣要问呢 你有没有头痛的时候 耶稣问你 你头痛吗 你肚子痛的时候 耶稣问你 你肚子痛吗 你被人家骂的时候 耶稣问你 有没有骂得很难过 你车祸的时候 耶稣有没有问你 你车祸得很痛 当然有问 但是你有没有听到 没有 主与我们随时同在 祂知道 祂看见门徒在那边 很辛苦 耶稣有没有看见 当然看见 但是耶稣为什么要问 耶稣要门徒们知道 自己的问题是什么 你的问题是什么 耶稣有没有对其他瞎子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明明知道是瞎子 还要问他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然后瞎子就说 我要能看见 耶稣就医治他 耶稣要我们知道 我们问题真的在哪里 不但在哪里 你解决了没有 你能不能自己解决 不能 你有没有力量解决 没有 那你怎么办 来依靠主 依靠耶稣 依靠上帝 上帝能解决 那上帝能解决 为什么你让我车祸呢 我们有一个弟兄 连续三次车祸 一个姐妹年轻人 连续 这个叫做农历年的初次 两次都车祸 而且车祸都是汽 摩托车撞汽车 然后第一次怎么样 第一次是手磨到要直皮 因为在地上拖了很久 哇 那个嬉皮韧肉 二十几岁的年轻的姐妹 然后要复戒 然后趴那个手就一定要复戒 要不然就硬化掉 就是不能这样 第二年同时间又是那个大年初 又被撞一次 但是感谢主 这一次比较不那么严重 那第一次要不要感谢主 凡事兮恩还是感谢主 但是这个姐妹 她现在做什么 她现在跟她妈妈开个福音咖啡店 然后在那个福音咖啡店 虽然怎么样 虽然赔钱 但是她们每天很快乐 做什么 因为看到很多年轻人 因为她们就是希望把福音传给年轻人 然后年轻人来到这个咖啡 她们喜欢到咖啡店 到咖啡店的时候做什么 这个她们母女就怎么样 就会跟人家讲话 然后呢 要离开的时候 来 我们有一个上帝祝福你 恩典卡抽一个 那抽完以后 哇 那个来的人常常都很感动 然后看她们走出 那个咖啡店门口的时候 还有一边看她那个恩典卡 上帝在对我说什么 人很需要 人自己的状况 我们都很担心 我们都很关心 上帝对我们说话 所以上帝一定会对我们说话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 上帝对你说什么 来 祷告 要不然什么 圣地拿出来 看 神一定对我们说话 好 那我们再回来说 耶稣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没办法 但是耶稣有办法 好 再来耶稣说 把网撒在右边 结果呢 153条大鱼 然后他们就 彼得就立刻知道 这个是耶稣 就赶快游泳到岸上 好 等到他们把鱼 拿到岸上的时候 耶稣说什么 他们看到什么 他们看到有 岸上有什么 有炭火 有炭火干嘛的 我看现在年轻人最喜欢什么 吃烤肉 吃烤肉 有炭火 然后上面有什么 有鱼又有饼 早餐都准备好了 耶稣做什么 来吃早餐 以前有部电影叫 谁来早餐 来吃早餐 耶稣说来吃早餐 那你说耶稣啊 你又何必多吃一句 你刚才就说 不用再补了 来 早餐都预备好了 他还叫他们把王杀到右边 然后补了153条大鱼 然后王没有破 那都是神迹耶 因为153条大鱼 照理来说王应该破 可是圣经书说王却没有破 表示这是神迹啊 所以什么 神的同在 我们的人生是充满神迹 我们的人生充满神迹 我们每天走路 骑摩托车 坐公车 没有撞到都是神迹 那假如有撞到也是神迹 为什么 因为是上帝许可我们撞到 你看约伯 上帝是许可 某鬼去侵害他 但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约伯更认识上帝 因为让约伯 也让我们后代的人知道说 你人生发到这么多苦难 因为某鬼说 约伯爱你 为什么 因为你给他这么好 你给他千万的加冠 你给他儿女这么成就 你给他身体健康 他当然爱你 如果你都拿走的时候 他还爱你吗 约伯还是爱主 他最后 我从前风无流离 我现在亲眼见你 当我什么都没有 当我身体还在被病痛来折磨的时候 我说你是全能的上帝 你这样做一定有你的免疫 我相信你 虽然我受苦 但我相信你一定对我有好处 要不然你不会让这苦难临到我 圣经说 他为啥不把一样好处 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每一件临到我们 都是什么 都是好处 上帝一定把最好的给我们 因为他爱我们 你会不会把吃好的给你的孩子 会不会 不会 你一定把怎么样对他最好 因为你给他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神的爱 这就是我们给儿女最大的爱 舍弃自我中心的爱 好 那来吃早餐 所以他们都不敢说话 然后耶稣也说 那个大鱼会拿几条来 因为那个也是 也是我让你们得到 好 耶稣给他们吃饱 以后 耶稣开始讲话了 对他们说什么 约翰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根深吗 你牧养我的小羊 你喂养我的小羊 然后你去说三遍 吃饱了 就要讲重要的事情 你爱我比这些根深吗 你喂养我的小羊 彼得代表 彼得他是什么先进 你想彼得 我想彼得常常还会落在 落在什么 我三次否认你 我一生最大的什么 失败 我怎么会否认耶稣 我还曾经说我要 我死也不会否认耶稣 我死也会爱耶稣 你结婚的时候 有没有说我爱你 我爱你比爱我的命更深 有没有 有没有跟另一半说 我为你死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命也可以给你 等到结婚以后 为了一个小事 你就说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 彼得是这样的一个 可能是活在一个智责 活在他的 觉得自己很不配 觉得到底我能做什么 我还是耶稣的门徒吗 可是耶稣跟他说什么 你喂养我的小羊 什么叫喂养我的小羊 谁是神的羊 人就是神的羊 而且第一个出来是小羊 小羊是什么意思 小小的羊 小baby的羊 很软弱的羊 需要你抱的羊 需要你果伤的羊 你喂养我的小羊 而且小羊 它要变成什么 壮羊 要变成什么 老羊 你都要牧养它 让它怎么长大成人 你喂养我的羊 那是什么意思 你要把这一个羊 让它能够怎么样 强壮有力量 让它长大成人 你要负这个责任 上帝对彼得做代表 托付他什么 这个羊 那个羊不是只有吃饱而已 它是什么 它是指着说 要让他的生命 这个羊的生命 变成像耶稣的生命 变成像上帝的生命 你说 神啊 记得彼得不过是代表 我们就是那个彼得 主耶稣都在对你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好 听到的请举手 主你有听到主对你说 喂养我的小羊 请举手 我刚刚都在讲了 没有听到吗 都听到了 好 我现在 我现在郑重的说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这个彼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你有听到的请举手 都不能耐掉的 OK 好 请放下 上帝把所有的羊 托付给我们 当然是你一生能够接触的人 尽量的去做 上帝把这么多人的 一生最重大的事 一生最根本的事 就是他们的生命 交在我们的手中 他们跟他们的今生永生的幸福 交在我们的手中 他们的夫妻关系 交在我们的手中 他们夫妻好不好 你要负责任 他养孩子怎么养 你要负责任 我要负责任 这就是这个意思 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说神 我自己就顾不好 要顾别人 我自己都问题重重 还要顾别人 彼得有没有问题重重 有 彼得有没有三世佛的耶稣 有 你说上帝啊 我三十次 是 无论你几次 主都知道 我们就是这么软弱 你说 那个夫妻营回来以后 我们虽然比较好 以前是一年炒五十次 但是现在去年炒了三十次 还是有三十次 好 等一下再说 夫妻是很奥秘的 又爱又怎么样 不好意思说 我替你说 又爱又恨 恨什么 怎么会这种女人 可是又需要她 出门前还送我到门口 我说有蚊子 赶快进去 门关起来 好 我们是这样的 觉得 我已经对 我们对自己可能 有相当的失望 更何况是说 我的生命 我能够像耶稣 我们就有不可能 然后你还叫我去 叫别人像耶稣 神啊 你在说什么 以前台湾话 都说漫画 说卡通的意思 怎么可能 耶稣是要我们 去叫别人像耶稣 你说神啊 你叫我一像耶稣 都做不到 还叫我别人像耶稣 上帝就是专门 做做不到的事 跟隔壁说 上帝做就是做 做不到的事 但是呢 是上帝帮我们做 再跟隔壁说 是上帝帮我们做 所以我们要活在 倚靠上帝 倚靠神机的里面 所以为什么耶稣 要叫彼得 你爱我比这些更生吗 怎么样 先行一个大神机 对不对 然后他们劳累 整夜劳力 你说我根本没办法 爱我太太 这种 我根本不能爱我的先生 这样子 我怎么可能爱他呢 但是神的爱充满我们 我们就能够做到 所以没有一个人 可以夸口的 然后没有一个人 可以自卑的 没有一个人 可以控告自己 还可以控告别人 说我不行 我就是做不到 你这样就是没有听神的话 神说你可以 靠我可以 你说我不行 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 我不行 神啊我不行 我们跟神说神我不行 你在跟神讲话 我们在跟神讲话 神说你可以 因为我帮助你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神说我可以 我就可以 因为他帮助我 阿们 所以每一个人 只要你靠主 神要用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有没有写 不管你有没有读书 一个一无所有 一个一点学问都没有的老妇人 他单纯的信号 神就用他 耶稣能 有一次他去赶鬼 他说耶稣能我不能 耶稣能我不能 他一直讲 鬼就赶出去了 就是这样 为什么 耶稣就使用 不是他能 当然就是耶稣能 但是你要不要信靠主 我们信靠主 你就尽力 没有什么是神不能的 没有什么是你不能的 你照着神的意思去做 一定能够成就 这就是神要做的工作 感谢主 再来 那彼得 主就问 三次问彼得 你爱我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什么 鱼啊 饼啊 食物啊 这是最明显 你爱我比这些 你人生的需要更深吗 你如果爱我比这些更深 你才能够牧养我的眼 不然你就赚钱去 你这个早上赚不够 晚上还要赚 觉得说我没有安全感 我的追求金不够 我多抓一些 我不但要够 我要这个 要丰富的 所以你就爱 爱这些比神更多 但是 神会给我们 我们所需要 好 这些还什么 在路加福音14章说 人若不爱我 超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 就不配做我的门徒 人若不背起 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所以我们要爱耶稣 超过爱谁 爱父母 妻子儿女 超过爱自己 耶稣你这么霸道 这个意思是什么 如果我们的父母 妻子儿女 他不爱耶稣 什么叫不爱耶稣 他叫我们说谎 你跟他说爸爸不在家 爸爸在家里面 跟他孩子说 打电话来 是跟他说我不在家 那要不要这样讲 你要跟爸爸说 爸爸我不能说谎 以前我小时候 这个里长就会来 林长里长就会来什么 买票 一家几口 来算好 就分钱 我说爸爸不能 不能买票 这违法的 孩子儿人不知道 你咋咋 不能 他就不在我面前 后来有没有 当然有 所以这个叫做爱耶稣 比这些更深 我们知道有一个弟兄 叫黄胜雄 他是个医生 从美国到花莲 他是为雷根总统 脑部开刀 但是他为什么 从美国到花莲 因为他要爱花莲的人 他要牧养花莲的人 所以他不要在美国的 那么多的钱 他要回到台湾 而且不是到台北 是到花莲 为什么 因为上帝给他护照 你爱我 比在美国的一切更深 有一个 我们在高雄有一个 也不是在高雄教会 他是教会一开始 就请他来教孩子 教会的小朋友 那个音乐 因为教会刚开始 我们那个诗琴 我刚才看那个诗琴 还有打鼓 然后新的人 都好多人一起服侍 教会刚开始 都是去借匠 去哪里 去别的教会借 帮我们诗琴 这个礼拜天 你下个礼拜天 帮我们诗琴 然后赶快培养自己的小朋友 来 你们学钢琴 所以那时候 三四年级 他们就训练他们 请了老师来教他们 学钢琴 那个老师是谁呢 那个老师是黑道大哥 他本来是开夜店的 开便室的 后来回感谢耶稣 所以他就怎么样 不赚那种钱 他就什么 他的生活是什么 就是来教会 早上 礼拜六早上 教社区成长班 各种乐器 他会每一种乐器 几乎都会 然后又带我们乐团 然后他又到哪里 他到台东 到恒春的养老院 去养老院 爱养院 做什么 传福音 去那里 带他们唱歌 去那里 为他们安慰 祷告 所以我们也曾经跟着 跟着他去台东 去这个恒春 他的太太 本来是大哥的 太太 大哥的女人 现在是 在麦当劳 已经做了好多年 在麦当劳的工作 他们为什么要选择一个 是辛苦的工作 为了什么 为了爱主比这些更深 他们不要像以前 那样子的人生 他们现在是 钱比较少 可是他们为福音而活 这就是爱主比这些更深 我知道我们教会 有一个姐妹 某一个学校 某一个系毕业 然后毕业以后 先有一年 在教会做什么 做牧养同工 传福音 学习牧养人的生命 等到一年后 再怎么样 再去工作 再去工作 就是要牧养职场的人 他的同事的 他们的生命 这就是什么 愿意爱主比这些更深 我上一次回来 在麦当劳前面 公车站 碰到一个姐妹 礼拜一早上 他说你怎么会在这里 他正要上车回去 他本来住在木栅 后来搬到市中心 他说我来煮饭 给老人家吃 这是什么 我说爱主比这些更深 他愿意来 那么远来到这边 就是煮一趟饭 然后再回家去 他可以用这些来休闲 他可以用这些再来赚钱 这都是很具体的 好 那么除了这些是指的财物 甚至指的时间 还有什么 刚才说 这些是自己的骄傲 我们要 如果我们要牧养人的生命 我们就要爱主 比我们自己的骄傲 比我们的面子 比我们的成就 比我们一切的自我中心更深 我们才可能去爱别人 早上起来 太太如果跟你说 快点快点快迟到了 你就说迟到关你何事 我知道跟你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 不爽 不快乐 让太太这样子讲 不要催我 我自己知道怎么做 那 为什么 因为爱面子 所以要 爱主比自己的面子更深 要不然 你就没有牧养你的太太 我们跟谁讲话 如果我们用神的爱给他 就是牧养他的生命 用神的生命 供应给他 所以有给他 要不然就怎么样 就在伤害他的生命 所以我其实 每一天 我们都在怎么样 我们都可以 而且都在牧养人的生命 我们不是牧养人 就是在伤害人 因为你从口里出来的 是用圣灵的果子给他 还是用罪恶的果子给他 当我们用圣灵的果子给他 他得到温柔 得到谦卑 这种生命的时候 他怎么样 感谢主 他从你得到这样的爱 哇 你怎么会对我这么好 这样的生命 好棒啊 这样的生命 给我得到 我觉得好喜乐 这样的生命 我要 然后呢 他本来没有这种生命的 他本来跟你一样 你一句他一句的 你一句他一句 你一句他三句 你两句他四句 后来他受感动 我要像你一样 我要给出 温柔谦卑的生命 我不要再讲这种话 你会祷告以靠神 我来祷告以靠神 这就是牧养人的生命 这样的生命 能够感动别人 让他也真正悔改 所以圣经说什么 人的血气不能怎么样 成就神的意 我们一起说 人的血气不能成就神的意 只有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 就可以结出许多子力来 所以 什么时候在牧养人的生命 你就是 哪有什么时候 哪有哪有 从早到晚 早上起来 我们就在牧养人的生命 先牧养家人 然后在路上牧养路人 你说跟路人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路人会闯红灯 你们台北比较不会 我们高雄比较多人闯红灯 所以在路上都要牧养人的生命 主啊 主啊 让他不要这样子 主啊 让他们信主 主啊 让他们真的这样子太危险 女生还带着 还带着小孩子 还闯红灯 真是太可怕了 所以 然后等到办公室 有没有牧养人的生命 有啊 办公室就是接触同事 接触同事 你要给他什么 又没有好好跟我配合 都很自私 都很骄傲 那你如果对他这样的态度怎么样 我们就没有神的爱给他 但是你用饶恕的生命 饶恕的态度 饶恕的言语给他 来来来 谢谢你 所以他做得不好 你还是谢谢他 我们一起说 虽然他做得不好 我还是谢谢他 预备来 他做得不好 我还是谢谢他 这就是用神的爱 饶恕的爱 温柔的爱 来牧养人 所以每一天 随时随地 我们都在牧养人 不管你几岁 只要你还能够 还能够讲话 你没有讲话 也能够牧养他 你的表情都能够牧养他 你是生气的 还是充满了温柔的 我不能讲话了 但是 然后按手在他身上 为他祝福 好像什么 老雅各 老雅各一百岁了 是不是 一百二十岁 还举手怎么样 为法老王祝福 感谢主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我们充满神的爱 我们就可以牧养人的生命 我们靠着神的能力 就能牧养人的生命 有一个中学生 高中生 他做团契 学生好像我们学生 牧区的主席 然后有一天打电话 给辅导说 我不做了 辅导问他说 为什么 他说 我们的团员都不爱主 都不传福音 那我们团契怎么样 都不复兴 所以我不做主席了 为什么 他爱什么 他爱的是团契的福音 他爱的是人更多 但是其实他是爱自己的什么 成就 他爱自己的成就 所以 他们都不爱你 他们都不努力传福音 都不带人来教会 都不带来 所以 让我这个主席没面子 让我这个牧师没面子 所以我不干了 这一样是我们 我们要爱人的时候 不是爱这个成就 我打电话给你这么久 你为什么家伙都 连你事都不来 算了 不要爱你了 我关心你这么多 你还批评我 还我说我做得不好 我怎么能爱你呢 爱不下去了 神的爱就是 你不好 我还是爱你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就是不好的 因为他本来就是罪人 你不要说他是罪人 我呢 我也是罪人 不要说是罪人 圣经说什么 我们本来是什么 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本为可怒之子 所以我们本来是什么人 死人 死在过犯罪恶里面 我们的爱是死的 所以圣经说 我们本来好像死人一样 我们一起说 我本来是死人 我本来是死人 但是耶稣使我们活过来 对不对 圣经说的 我们不是来骂我们 而是耶稣说 我们本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但是他使我们活过来 与耶稣一同活过来 现在我们变成活人 我们说我是活人 感谢主 我们有救了 我们是活人 但是如果他还没有悔改 如果他还没有靠主改变 他还是什么人 还是死人 所以我们说 我是死人 你也是死人 我们本来都是死人 现在我靠耶稣活过来 你 我要用活人来爱你这个死人 我本来没有爱的 我本来是死人跟死人打架的 死人跟死人吵架的 我们要认识这个事实 感谢主 所以耶稣使我们活过来 所以我们要牧养的是 死在罪恶里面的人 他根本不能爱你的 你要爱他 爱你一万年 你要爱他 爱你一万次 然后他受感动 他才投降 你为什么爱我一样一万次 我一万次都不理你 我都不爱你 你还是爱我 这是谁 是你的孩子 这是谁 是你常常气的人 他要因为我们的爱 他回转过来 许多的人是这样子 你的另一半 因为你生命的好行为 他就因此改过来 信耶稣 你的家人 因为你的好行为 他就受感动来信耶稣 然后他也成为一个 靠耶稣有生命的人 这就是神要做的工作 所以主说 你要牧养我的羊 如果我们不做 我们仍然是死人 他还是死人 我们都死了 但是耶稣说 不是这样子的 你先活过来 你变成活人 他要因你变成活人 感谢主 彼得 他本来是什么人 本来是 主说什么 主耶稣说 你年少的时候 自有随意往来 但是你年老的时候 人家要把你牵到什么 不厌许的地方 就是你要怎么死荣耀主 所以本来彼得的人生是什么 是一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 骄纵的人生 自我中心的人生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这是原来我们的人生 就像彼得一样 随意往来 我要怎样就怎样 可是到年老的时候 他就怎么样 为耶稣死 我还不配 我捣定十字架 我捣定 耶稣镇定 我捣定 他为耶稣 愿意为耶稣而死 这是荣耀神 感谢主 我们呢 我们的人生 本来也是这样 但是我们 被神光照 我们才变成活人 我 本来 我也是拿着茶杯拿起来 准备摔在地上 为什么 因为 师母也是拿着茶杯起来 准备摔在地上 我也是拿起来 后来觉得不行 这个 第一个摔下去 杯子会破 太可惜了 还要花钱 第二个 太大声 等一下外面听到 牧师跟师母在吵架 所以不行 那 我这个死人 本来是怎么样呢 我本来 是拿着衣架 因为孩子不听话 所以呢 要吓他 我因为 很气嘛 气就是要用力打 但是不能打人 那个衣架打下去 会不得了 一定是伤很累累 而且会伤到筋骨 所以呢 他在那边 我就打坐这 衣架就打坐这 用力打 很用力哦 但是打不准 打到什么 打到手臂 所以我去 复健半年 真的哦 还跑到 那个后车站那边 每个礼拜去 一次复健半年 最后还要拯救 我那个孩子 高中生 怎么读书 然后呢 拿着那个 以前叫做随身听 Walkman 我们读书的时候 哪有 都是专心读书 不可以 还什么 边读边听音乐 后来都是这样 所以呢 不要 拿开 把那个Walkman拿走 他不肯听 后来怎么样 啪 一巴掌打过去 不过打过去 立刻圣灵就只被 当然还 Walkman掉在地上 孩子跑到房间去睡觉 当然很难过 那我怎么办 神说赶快去跟他对不起 就跟他 赶快说 孩子啊 对不起 刚刚爸爸太血气了 打你不应该 至于你的Walkman好像坏掉了 我会买一个陪你 这叫做陪了夫人 又什么 又折兵 所以 就是说一个死人 就是这样子 没有爱 就是会这样 然后记本曾经 气那个吴姿姆 常常气他 有一次 真的气到 就是因为要迟到了 所以我开汽车 就怎么样 上车就很气 气到 在那个 我记得万方路那里 那里路比较大的 车比较少 就怎么样 就想要 就加了 加油 就是加下去 然后就快 后来当然 圣灵当然就责备 你不要死了 赶快放 然后赶快踩煞车 为什么 就是常常迟到 后来当然圣灵光照 他迟到都是你 都是我 因为你人家带三个孩子 奶瓶尿布 奶粉 然后你只在下面 嗶嗶嗶吹吹吹 迟到了迟到 还跑到上面去 你看到现在几点了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我没有帮忙 原来他要弄三个孩子出门 何等的不容易 所以以后就要怎么样 自己看时间 提早半小时帮忙 然后赶快收一收 还有提早半小时 提早一个小时 要预告时间 现在几点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这样才能够不迟到 所以以前都活在 自我中心里面 所以这就是一个 焦重的人生 自以为中心的人生 感谢主 所以圣经说 神若纠察罪孽 谁能站立得住 神如果看 你有哪里的罪 我们每个人站立得住 神啊 我这么不好 我这么不好 都是神的恩典 彼得还有什么问题 彼得 主耶稣要他爱我 比这些更深 彼得听了以后 三次回答以后 立刻还说什么 你将来要我怎么死 荣耀你 可是这人将来如何 意思是什么 我好像不得好死 那这个人好不好死 这个约翰啊 他就指那个约翰啊 那这个人将来如何 他是不是像我一样 要荣耀你而死 还是他不会这样去死 他还在那边怎么比较 这就是一个比较的软弱在那 到底他将来怎么样呢 我们为什么人会比较 因为我们觉得要怎么样比较好 可是神告诉我们 当你认识神的时候 你就是最好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 我们都是像神的 我们是像神的儿女 这是第一个 我们一起说我是像神的 以别来 我是像神的 我是像上帝的儿女 来 我是像上帝的儿女 第二个 耶稣为谁死 为我们而死 耶稣为我而死 我是谁 何等的罪人 耶稣怎么爱我 用祂的生命 把我们好像 并卖祂的生命 把我们好像珍珠买回来 我们是几颗拉的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钻石几颗拉 我们好像南非的一颗大钻石 我们比英国女王上面那一颗还要大 为什么 没有人的价值超过上帝的生命 所以你有没有感受到 你有没有感受到你的生命是这么宝贵 是耶稣用祂的命把你买回来 你才知道自己的价值 要不然我们还跟别人比 我才赚多少钱 我好像人看不起我 我才读多少书 人看不起我 我这样有什么用 我没什么用 可是耶稣说 说什么 你牧羊我的羊 当你把爱靠着神 活出爱的时候 你就在执行人生最大的意义跟价值 当你在跟人讲话的时候 你里面带着神的爱跟谦卑 然后接纳祂 然后关心祂 你就是像代表上帝天父 在爱你前面的这一个人 你的人生意义就在这里 你人生的价值就在这里 那个价值是什么 你活出你的意义 你活出的价值是 可以把神的爱给别人 这个人因你得到什么 得到医治 得到安慰 得到鼓励 谁能够给人这样子 总统蔡英文可以吗 不行 美国川普总统可以吗 不行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给这样的 只有谁 只有神的儿女 只有神的门徒 才可以给这样的生命 所以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每一个每一个人都是最宝贵的 我们每一个要一起 站立在神面前 主啊 感谢你 我是这样有价值 我是这么宝贵 多少人需要我 我们还在做什么呢 多少人需要我们 需要我们的人就在哪里 就在我的家里 还有呢 就在我去接触的人 就在我的邻居 就在我的公司里面 都是需要我的人 神用我们 弟兄姐妹 这才是我们的人生 然后哪一天我们要见主面 知不知道 不知道 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主要对我们说 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进来跟我一起享受 一起赐贺快乐 这就是我们神要保贵我们 神要奖励我们 神要称赞我们 感谢主 我们其实连我们所有一切 都是神给的 我们拥有的钱财 恩赐 工作机会 都是神给的 我们还能够活着 都是神给的 然后呢 我们 我们要 帮助的人 他能够改变 也是神感动 然后呢 我们能够牧养别人 也是神帮助我们 胜过罪 我们才有爱牧养 所以一切都是神的工作 我们能够了解这些 所以神就是要我们本来从不能 从好像无用变成重用 变成靠着他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 凡事都能做 兄姐妹 这是何等的应许 上帝不会说谎的 我们一起来经历他 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 在神面前都是最有能力的 都是最活泼的 都是最有爱的 都是最能帮助人的 不管你过去如何 向神悔改 我们就忘记背后 如历面前的 神要说 你来 你来牧养我的羊 你爱我比这些根深吗 你觉得没有力量 我前面做什么 我可以让你们本来一无所有 现在变成153条大鱼 而且我早就为你预备了早餐 我早知道你的需要 感谢主 我们何时软弱 何时靠主刚强 最近刚过去的是 清明节 清明节的时候 我回来去扫墓 那么师母 吴师母的这个阿公 因为我们这个家人在一起 这个阿公他过去怎么样 他以前住在日本 在日本的福岗 他怎么可能会去住日本呢 原来他九岁的时候 被一个在台湾的日本基督徒 把他带到日本去培养 培养什么 他才九岁而已 去抚养 去牧养 一个日本的人 怎么会把台湾的一个小朋友 带到日本 因为神的爱 他是个基督徒 我们知道日本基督徒很少 但是竟然有一个日本的基督徒 我们看到感觉日本 以前就是南京大屠杀的 真的人的罪恶 但是一个基督徒 他因为爱神 他愿意带一个 根本是无关的人 然后竟然带到日本去抚养 他九岁 后来他在日本 在铁道局工作 然后回来台湾 在台湾高雄的铁路局工作 他们住在那个铁路信村 我原来知道这一段历史 所以师母的家族 他们就很多人是信耶稣的 所以一个人的牧养 付出的爱的代价 就可以影响许多人将来认识神 感谢神 我们成为这一粒麦子 主 最后还是对我们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主在提醒我们 但是主说我一定帮助你 你一定可以爱我比这些更深 神一定帮助我们 我们不能 但是他帮助 他是使无便有的神 他是使我们没有爱 变成有神的爱的神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感谢你 我们本人是像彼得一样 何等的软弱 主啊 我们灰心丧志 我们对自己失望 我们对别人失望 因为我们是罪人 别人也是罪人 但是你使我们死里复活 你用你的神命的爱来爱我们 感谢主 如今让我们活过来 你也叫我们可以去牧养你的羊 把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 负责他们的生命 主啊 使他们悔改 使他们成长 主啊 我们是谁呢 竟能做这样的工作 你竟然托付给我们这样的工作 因为你必帮助我们 因为你要使我们先被你牧养 使我们先死里复活 用复活的爱去爱他们 使他们死去的生命 他们悔改 他们也要活过来 谢谢主 当我们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 在 落在 自连 落在灰心当中 我们说 只有说 谢谢你这样爱我 我愿意 我在这里 主使用我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一起来回应神 我们来唱几首诗歌 荣耀呼召 我想上帝认识我们每一位 他像认识彼得一样 彼得的软弱 他的爱 他的爱里面也带着惨杂 但是上帝就是 医治他 他被主坚固牧养起来之后 他用这样的爱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好不好 我们站起来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来唱荣耀呼召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鸡 做主神节归众的器皿 你丰富恩惠 逼从主教管我 使我挖起 充满莫大能力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能都给你耶稣 一生一意获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这标杆直奔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跟随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跟随耶稣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鸡 做出神节归众的器皿 你丰富恩惠 为你从主教管我 使我挖起 充满莫大能力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能都给你耶稣 一生一意获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这标杆直奔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 来靠近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 祂完全地认识我们里面所有的 我们的热情 我们的刚强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血气 我们那个 愿意做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骄傲 我们有那个 愿意的热心 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挫败 好像有时候我们甚至已经灰心了 爱不下去了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太困难了 没有办法 我们的神看见彼得 所有里面一切的那一个愿意 那一个伤害 他单单地用三次的坚固彼得的生命 医治他 让他再一次地在主里面被主耶稣医治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求主来 医治我们这颗心 若是我们当中有一些曾经你付出 但是你觉得很挫败 觉得好像在你里面觉得 很无助 好像刚刚吴牧师有提到 觉得说我这么认真付出 但是他也不愿意 也很多的时候好像不传福音 他们怎么样的扶不起来 我放弃了 我不要做了 我觉得很累 求主的爱 这时候来兼顾我们的心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把手放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来领受从天父来的医治 在我们这一个心灵里面 我们领受主耶稣那一个接纳无条件的爱 他耐心地宽容我们 陪伴我们 挽回我们 我们有一些些的时间 在主面前来祷告 让主的爱 饶恕 一致 释放在我们里面 在 declined 皇上 一致 我他给你聽到 спас 看見我們所擺上的 神看見我們所為祂所做的 神說 孩子我永遠支持你 孩子我永遠站在我們的旁邊 祂都了解 祂用祂的大能的綁壁要來扶持我們 祂的愛永不挫敗 祂要陪伴我們 走過這個死因幽谷 再次把力量賜給我們 第二個禱告 當主耶穌把我們提升起來的時候 祂激勵我們之後 讓我們真知道不是靠我們這個瓦器 乃是靠祂的愛充滿在我們裡面 我不能 但是主耶穌可以 我愛不下去 但是主耶穌的愛要充滿我 主耶穌的愛要使我能夠分享出去 好不好 我們第二個禱告 願主祢使我們成為一個導管 就是一個可以 一個不攔阻神的祝福 讓主的愛可以透過我 很自由的流到有需要的人的生命裡面 主耶穌就是一顆願意的心 你看見 當我願意給出去的時候 主啊 祢可以成就奇妙的事 因為主祢與我同在 祢特別要來高某我所擺上的 在祢手中要成為神機 當我有一顆願意的心 把我的五柄鱷魚 剝開在祢手中的時候 每一分祢要來成就神機 在我們的朋友當中 家人裡面 主 我願祢使用我的一顆心 願意擺上的時候 主啊 願祢真是在我的環境當中 來成就奇妙的工作 讓人看見 祢是那位愛祂的神 謝謝祢 好不好 我們在主面前 第二個我們就這樣子來回應祂 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也是要把你的手放在心上 我們一起來禱告 我們一起在主面前來禱告 願主來使用我們 成為一個牧養的人 能夠神一天 從我的家人 太太 孩子開始牧養 每一天主把我帶到社區裡面 在職場上班的地方 我也可以牧養 無論主 祢把我帶到哪個地方 主啊 讓我生命可以成為 把上帝的愛帶出去的器皿 謝謝主 祢使用我們 一顆願意擺上的心智 願祢使用我們 我們一起開口來禱告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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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 謝謝祢 主讚美祢 讚美祢 讚美祢 哈利路亞 主是的 主啊 祢來釋放我們 主啊 祢使用我們 主啊 我相信祢要使用我們 在各個地方來分享祢的見證 主 祢使用我們在每個地方 能夠成為祢的出口 成為一個出口 讓我們願意在祢 如同一粒麥子死的時候 就要結出許多子力來 謝謝主我們讚美祢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主耶穌我們讚美祢 主耶穌讚美祢 讚美祢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天父我們謝謝祢 你怎麼塑造彼得的生命 今天祢也按守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都願在祢裡面 被祢製作成為一個柔和 充滿愛的器皿 願祢來祝福我們 每一位弟兄姊妹 一生跟隨主耶穌 一生愛慕主耶穌 在祢手中牧羊祢的羊 牧羊祢的羊 主啊祢使用我們 能夠來牧羊羊 在每個地方 主啊把祢的愛帶出去 謝謝祢 願祢兼顧我們 每一個人的心智 讓我們能夠同心合意 來興旺福音 在新的一年 主啊祢讓我們在這個地方 所帶給我們接觸到的 每一個機會 求主祢來開門 求主祢來使我們 可以分享祢自己的生命 謝謝祢 好叫我們願意擺上的時候 主啊我們的生命 去愛的時候 祢就製作我們 祢就成全我們 祢就改變我們 謝謝祢 謝謝祢 我們要看見祢的榮耀工作 成就在我們的當中 謝謝祢 我們要看到寶貝在瓦器裡面 顯出莫大的能力 謝謝祢 出於神 不是出於我們自己 我們要經歷到莫大的神蹟 因著我們願意去愛的時候 不斷的發生在我們周遭當中 主耶穌我們感謝祢 聽我們的禱告 奉靠以耶穌基督的名 最後我們領受祝福 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愛 聖靈的感動 保守 不斷的釋放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 好 我們彼此 問安 復古